好,下面我们单独几个录像来做测试,刚才把它激活了 最后一个DotiX 把它激活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到客户端那边来 然后呢,打开这个anyoffice 好,然后呢,你配置 普通认证,你激活DotiX,你第一次的话,你得填那个服务器的地址 PAT,刚才不是选了这两个吗?是其中一个,激活DotiX,服务器的地址 然后呢,输用户名和密码 好,第一次登录呢,需要重置一下密码 这一个新密码 好 好 这认证过了 然后你再注销一遍 再撕一下你的新密码 OK这个 就认证过了 认证过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线用户 看一下在线用户 就来了 IP地址,Mark地址这些信息 好,然后呢,你可以Display ExitUser UserID 我这是23 好,就能看到 这个用户名 然后认证了域 Mark IP 接口 然后 然后得到列表 列表已经看到了 OK 然后 DotiX认证 用Radius 来做的 OK,同样的你也可以在这个 控制器上 看相应的这个 日志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一个最新的 然后你 点一个 然后可以看一下 好,这里能看到这个客户已经成功的搞定了认证策略得到什么 授权策略得到了什么 IP地址 骂个例子 哪个部门 哪个账号 哪个用户 通过什么样的数据库 这也便于你的排错 OK 好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看日志 特别是做上一种实验 做完之后一定要有习惯去看看 相应的日志 OK 这是一个测试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来试试看啊那个 Windows的可不可以我把这个退了 我把这个 AniOffice给 给卸一把 我们用普通的微软的应该也是可以的 其实DOTX啊 SACG确实需要 AniOffice 但其实DOTX 不一定 DOTX其实用微软的也应该问题不大 重启一下 这边李宗盛 我让你当时试试看啊 然后在这个地方 好 这边 是 黄件 这边 我 那边 这边 这边 好,我们来看微转的啊,我们来试试 管理工具 服务 横下拖 Wear of config 自动 启动 确定 然后启动这个服务之后呢,你会发现撕飞器 就多一个选项 你这就选用户认照 这不要验证服务器 也不要用登录计算机的账号来做认照 好,这个时候你看啊,弹出窗口 你输多TX 然后梳理这个密码 OK 效果应该差不多 都认做 都认做DOTX认照 Windows也可以 也不一定需要这个Anyoffice 你用这个 微转的 效果也是 效果也是一样的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OK,用Anyoffice也可以,用这个 微转自键的 也可以,我觉得微转自键的可能会更 更主流一些吧,那为什么要装个软件呢,做个简单的DOTX OK 好,这个DOTX呢,咱们就测到这儿,一会儿呢,咱们再做MAB的认识 SEE事ished Podcast,ánанич的HC 評渡 exclusive 保证 好了,创业拖